第四個 自信親近意 自信親近心意 有時候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心其實是自信親近心 這個很容易懂嘛 對不對 自信親近意 這是跟對峙哪一個事 叫相敘事 所以我說那個一定要背得很熟 很熟 哪幾個 夜事 轉世 縣世 智世 相敘事 第五個 常樂我盡意 所以它具有這個常樂我盡的功德 好 這個當然是對什麼 直取義 是對那個直取義 再來清涼不變 清涼不變 自在義 也就是說那個珍儒呢 因為沒有煩惱嘛 煩惱就沒有熱鬧嘛 所以叫什麼 清涼 然後那珍儒是不是不變 有一個不變珍儒 對不對 而且能夠沒有業力的戲服 當然怎麼樣啦 當然自在 所以三個性能 三個性子 第一個清涼 不變 還有自在 像這種天氣清涼嗎 有點涼 但是不是很舒服的那種涼 黏黏的 黏滴滴的就這樣子 很不舒服 台灣就島國 它就是這樣 所以剛來台灣的人說不習慣 因為它四面黃海 島國嘛 就比較潮濕 美國加州就是沙漠氣候 它雖然熱 但是它不會流汗 很奇怪 它不會黏黏的 它就很 它熱爽 很乾爽的那種 很乾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去適應一個風土 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大的 要很大的能耐 所以清涼 還有不變 還有一個叫做自在 自在是因為沒有業力的戲服 業的戲服 就自在了 是不是 我們就不自在了 不變 這幾個 所以這個是對這個 這個呢 就從寄名字像到什麼 起業 業細苦像 是不是整個都超越掉了 所以它從一個 一個一個的超越 這裡呢 我們比較要小心的就是說 起心論是把體大跟向大 我寫在這裡 體大跟向大怎麼樣 一起夾 而且把它歸為是一個是法身 而且法身裡面 法身裡面帶有法佛的智慧 是法身跟智慧是怎樣 是一起的 理跟智是怎樣 是一起的 我上次講 那個為事是不是把它分開 為事是分開的 比如說 理是什麼理啊 理是什麼理啊 假如用菩提來做的 菩提的理要用什麼去證啊 是不是要剝弱 對不對 這樣講好了 理比方說 四帝十二因緣啊 比方說真如啊 比方說涅槃啊 比方說這些道理 有理在那邊 但是我就不能相應了 我就沒辦法理解為什麼 因為我智慧 智慧不夠 這樣說好了 我們小時候做那個圍基 我們小時候當然沒有做圍基 我們小時候沒有做圍基 做三角函數 做數學 它是不是一個數學之理 是不是 那個理在那個地方 A平嗎加B平嗎等於什麼 C平嗎不要講 你這個理的那個 那個理在那邊 但是你沒辦法理 因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 你的知識 你的智慧不夠 所以菩提象徵理 你要用誰去證 嗯 智去證 智 OK 所以在法言裡面呢 用誰來做那個象徵 文書的剝弱智慧 要證入 要證悟什麼 譜賢的法界 法界大 法界之理 然後才會變成 所以這個叫什麼對 那就是誰啊 就是必如這那佛 就是必如這那佛 理智一對 理智一對 所以法言說這個叫什麼 叫三聖元榮 三聖啊 三聖 福賢文書 必如這那佛 叫三聖元榮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 雖然有時候 說的是嘴皮上講的 說實事物的 好像了解 那個理好像了解 然後呢 但是你真的 你真的是體悟了嗎 還不知道 像昨天有些 有學生發表那個 口考 他講那個 儒家的 什麼人啊 智啊 性啊 聖啊 我就問他 這四個關係是什麼 有時候自己在講什麼 那個都是生吞活潑 生吞活潑的 所以有時候那個融會貫通 所以理用什麼去 怎麼樣契入 要智進去 所以 啟信論是把理 智跟什麼 智跟佛生 法生是 他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的智 是不是一個親近的智 親近智慧的 所以他是 他是一個什麼 就是說理跟智是怎麼樣 是不可以分開的 不分開的 他就要說真如 如以啟信論來講 真如就是這個 要用智慧去幹什麼 要用智慧去去證得這個真如 所以他是 在啟信論裡面 真如跟智慧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這個是我們要 要理解的 好 下面呢那個 體詐向大廣說 說那你上面講 真如是其體平等 理一切相 那為什麼說 體有如是 種種功德呢 他說 雖然有此此功德意 但是沒有差別之相 等同一位 唯一真如 此意雲何 以無分別 理一分別相 事故無二 父與何一得所差別 因為依這個夜事生滅相事 此此雲何事 一切法本來為心 實無一念 而有忘心 不覺其念 見諸盡見 是故無明 故說無明 心性不起 心性如果不起的話 就是 這裡再重新解釋 就是叫 就是叫大智慧光明 若心起見 則有不見之相 心性離見 即是騙照 心性離見就是 就是 嗯 心性不其叫什麼 大智慧光明 心性離見叫做騙照法界意 心有動的話 就不是真的是之 就無有自信 非常非樂 非我非盡 熱腦衰 這是重新再講前面那幾個意 六意有沒有 則不自在了 乃是 具有過橫河沙等 妄然之意 對此意故 心性無動 則有過橫河沙等諸功德 相義釋憲 若心有其 辨見前法可念 可念者 則有所少 如是禁法 估量功德 即是一君 更無所念 事故滿足 名為法生如來葬 還記得 我在以前 很早以前 講說法生跟如來葬 有沒有 法生如來葬是 法生 法生怎麼樣呢 如來葬是說 那個 如來的功德 那個信德 可能隱藏起來了 隱藏起來了 有跟那個 跟那個 換句話說 法生就是在那個 果位 已經成活了果位 那如來葬是 是說 是在那個 英偉講的 英偉 這裡 這裡 這裡一大段話 是來說明 說明 重新再把那六個意 再拿出來做一個 做說明 那就叫向大的六意 一一來做這個 一一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講那個大智慧光明 就是說 心性不起 心性不起動 不起 也就是說 你本來你的真如不跟無明啟動 真如加無明 就變成 就變成一念忘心 那你心性不起的時候 就是你那個光明就不會 大智慧光明就會保有 那 離那個離間 心性離間 所以 離這個 這裡就一個一個講 休息一下好了 好不好 很悶 重新做了一些 在做說明的意思 他說 我們的法生 法生有很多的功德 但是是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法生本來是超越 超越對待 是 他本來就是超越差別 超越對待這些 等同一位 未一真如 要知道這些都是 他是超這個 超有無二相的 好像那個 天上的那個什麼 那個雨水 好像說那個 水啊 水流出來的 從 喜馬拉雅山 所以在佛經裡面常講 叫法味一如 法味本來 味道是同樣的 像那個 喜馬拉雅山流出來的 水源頭 流出去 就分流 什麼黃河變什麼顏色 什麼變什麼顏色的 本來是 都是一樣的 好像那個 牛奶擠出來的 剛開始那個味道是一樣的 對不對 會變成生酥熟 你再去把它分量 法味一如唯一真 唯一 同一個法味 等同一位 那麼這裡就一個一個講 說 以無分別離分別相 所以是無二的 以何一說分別 因為 因為夜市所以生滅 生滅相 相死 是吧 我們那個無名啟動的時候 就開始 起了這個 起了分別相 開始起這個 一個對待有無這樣 一切法 本來是怎樣 是無心 一切法 本來唯心實無一念 因為有忘心 所以因為不覺其念 所以就會看到有所謂的出境 這其實是回到我們以前講的 還是那個公式 是 真爐 真爐 你為什麼真爐啊 水眼真爐 跟哪一個啊 全是無名 對不對 起來了 幹什麼東西啊 起了什麼東西啊 就是忘心 忘心 所以其實這已經算什麼 有怎麼樣 有動 所以念 這已經有念起 念起 所以我們看 以人來講 看小孩子 越小的小孩 越小的小孩 他是那個分別性就越少 是不是 小孩子那個小嬰兒 他哭他可能只有幾個原因 他要不然就是不舒服 他不舒服 他就啊 就直接用哭著 他也許是肚子餓啦 也許是尿不潮啦 他也許 他慢慢大了 覺得 不要被媽媽抱著牙啊 很好睡 就開始不躺著睡了 是不是 剛開始不會這樣子 所以慢慢人 人越大就越來越的那個西蘭 那個 妄想就越來 越來越多 所以從真爐跟無名 然後看什麼 妄心 妄心 妄心呢 然後就會 這個妄心情 都以為說外面的境界是真實的 以為是真實存在的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的 好 因為 因為依這個夜市 所以有生面相 生面相就顯示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本來心是一個 本來無念 因為有妄心 所以就不決情念 就看各種的住境界 然後就 然後就 像有的人 有的人是不是有一種被迫害的假想證 那個人 OK 就這樣好了 烈子 烈子裡面有一個故事 人起的那個疑心 他說有一個人 有一個農夫 然後他有一天要去耕種夏田 他發現他家的鋤頭丟了 他就在他家的草房找啊找啊都找不到 然後就問兒子說 鋤頭到哪裡去啊 鋤頭啊 都找不到 後來發現 欸 鄰居家裡怎麼有一把鋤頭很像他家的 然後他就看那個鄰居的動作 你看那個手就是偷我鋤頭的手的樣子 那個眼睛就是賊頭賊眼的 他那個舉動鬼鬼祟祟的 這叫什麼 是不是無名啟動 是以為叫什麼 忘境界 是以為 是以為那是真實的 懂嗎 OK 後來他自己找到了 找到那個鋤頭了 他在看那個隔離鄰居說 那個人真好 一副好老實的樣子 所以 這種起心動 是不是我們自己 主觀的心 顯現出來的 以為說 外境是一個 外境其實是一個客觀存在 而是我主觀顯現出來 那個相對應的客觀 以為說那是很真實的 因為那個境界是真有的 叫什麼境界啊 忘境界 就有人覺得那是一個偷我的 所以那個人起那個心的時候 無名啟動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個生命門 等到他一念 一念察覺回來了 叫什麼門啊 什麼門 真如門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講 那個佛教的貪生吃慢儀的儀 各位同學 現在我們在講烈子的這則故事 我們是作為第三者 我們作為第三者 像敘事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是做一個第三者 像全資的這樣敘事觀照 問題是說 那個農夫 丟鋤頭的農夫 有沒有那個自覺啊 他有沒有覺 他有沒有覺 他是沒察覺啊 他沒有察覺說 我那個時候起了一個懷疑人家的心 我不應該 我現在回來說 那是我無名啟動 聽懂嗎 我們學習軍論是這樣 你也會動念頭 但是你馬上這樣 當下怎樣 你就會警覺了 那個丟鋤頭的人 他並沒有 他在起那個懷疑心 他沒有說 我怎麼起一個懷疑他的心 對不對 然後他找到鋤頭的時候 他也沒覺得說 我剛才 我怎麼這個 我剛才那是不對的 他有沒有這種察覺 他只是覺得說 因為他是找到的鋤頭 說他還是在向上面 他還是在向上面那個 所以還是始終是在謎裡面 不覺當中 那我們 我覺得 齊心論會對我們 我們讀了 真的把它融為貫通以後 你每一個 你在動念的 齊心動念的當下 你其實你就會關照到你自己的念頭 是吧 會關照 even你現在很生氣 比方說做師長的 做父母的 其實現在齊心論你要懲戒 懲罰你的子弟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這樣 好吧 就這樣講好了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罵過土地 有沒有罵過 罵呀 所以有人說 佛德你不是很有修養嗎 你也罵呀 你罵那個誰 打瞌睡的學生 拓拓如耗睡 那個罵得很慘耶 對不對 很兇耶 非常慘 還罵他說 你這個 一歲數千年都沒有聽到佛的名字 多嚴重 打個瞌睡有這麼嚴重 那我們看 佛羅在罵他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生命的齊心動念 其實他知道 是知道的 我現在在幹什麼 我這樣的做法 我曾經看過一個漫畫 非常有意思 有一個小孩子把家裡 東西都打破 琉璃燈也撞壞了 碗盤 然後地上一大杯碎片 一個憤怒的母親 媽媽很生氣 那個媽媽很有意思 有一個話 他就把那小孩子 屁股朝天拉下小褲子有沒有 就拿這個 右手拿一根棍子 然後這邊拿一個 兒童心理學 就這樣一面在讀 怎麼懲罰他 所以那個跟一個沒有理性的父母 的孽兒的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他是有覺的 有覺知有覺醒覺悟的 我要懲罰我這個小孩 是不是 我怎麼樣做到一個最 最不傷害的 最有效果的 所以 《凡敗為勝》那本書裡面有一句話 其實他講的一些那書 我看了我都忘掉了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做一個主管 做一個怎樣 你現在要教訓 或是說你要教育 你的屬下 或是你的 好吧 就是說父母師長 你總之一樣 就是說你現在要 你現在的發怒生氣 你要達到效果 達到預期的一些 有益處 有用的 你那個發脾氣才有 所以這樣就武王一怒兒 安天下 武王一怒是吧 武王的一怒是為了安天下 所以可以一怒 嗯 那個誰啊 陳妍妍的那個先生叫什麼來著 吳三桂 吳三桂 吳三桂是一怒為弘炎 然後就開了官 那當然中國歷史就改寫了 我們的一怒是什麼 是火燒功德林 全部都燒光了 可以啊 所以這個 這個武王的一怒是有計畫的 是很自覺的 很自覺的 我要怎麼贏你 可以啊 所以你還是也可以有情緒 但你那些你自己很清楚 很清楚我這個念頭裡面的內容 你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是不是 佛陀也有啊 有外道就問他啊 釋迦摩利文你不是這麼有需要 你也生氣啊 佛陀有沒有哭過 有沒有流淚過 也哭啊 說他也有情緒啊 那個才叫佛陀 那叫人間佛陀 不然否則那個太遠的存在了 供奉在聖壇裡面 神壇上面的 離我們人間太遠了 是不是 那樣的佛 我覺得就比較了 比較親切感 親和力比較那個 好 這裡無非都是在把剛才前面那個相 相大的重新做解釋 所以心性不起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那其念的齁 其見是我們 我們 我們自以為的 剛剛講的 自己 其實 自身見得到自身嗎 能不能呢 如果那個 那個就已經是可以 可以觀照 我們看的東西都是比較片面的 比較偏 所以那個佛的十號裡面 有一個叫做正片枝 是不是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偏枝 兩個人叫 兩個人叫 我們怎麼知道 相對於五 偏枝還沒有關係 上帝 基督教文化裡面 上帝是全能全知的 好像是都知道的 正片枝還有那個政治 我們有時候知道的東西是邪知的 而且是偏執一方的 自以為是的 我常常覺得博士實在不能叫博士 博士所知道的 沒有博士所專攻的東西 是不是只有那麼一點點 他的專業裡面 我覺得應該去搞的叫什麼事啊 專事 是不是 可是有人就是 我研究這個靈異當中的這麼一個小的 其實 當然你說 那個誰啊 胡適講 威學 威學要像那個金字塔 要能寬 要能盪 要能怎麼樣 要能專精 所以現在 整個全世界那個碩如 我們講的叫碩如 已經怎麼樣 什麼叫碩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碩士很了不起 你們叫什麼 大士耶 碩大 很有很有學問的專家 很有很有學問的碩 像香港有一位老先生 叫做饒忠銘先生 那真的稱得上 宇銘石先生 類似這些 像以前的陳雲雀 陳雲雀 陳雲雀知道嗎 梁啟超 真的都叫碩如 你看他們 他們懂的那個 紀憲林先生 類似這些 現在 現在是不是都老成凋謝 所以我們 我們本來就沒有家學怨言 你看他們說是世家 陳雲雀先生 他們那個世家 印尼嘛 你看他父親 從他父親開始 有一本書 推薦給朋友去看 陳雲雀的 就是說 最後二十年 台灣有正體制 中國大陸有短間體制 陳雲雀的最後二十年 看一看 看一看一個知識分子 已經嚇掉 然後學問好到什麼程度 他在下 最後好像是在 在這個廈門 廈門大學 他上課的時候 他的助理幫他去 他說我現在印大賬金 還是印什麼書的 第幾頁到第幾頁 他的助理是誰 是戲主任做他的助理 做他的助理 做他的助理也不是很簡單 他就告訴我 比方說我要印大賬上 第幾色的第幾頁到第幾頁 然後他上課就這樣 他不像我們還要看書 他就都在哪裡 都到腦袋裡 現在這個開始講 那學問 學問好到這種程度 那因為他講話聲音很小 又那個口音很重 就在家裡上課 他在不管你學生有沒有聽到 所以學生就要這樣 叫做聆聽提聽 現在老師用麥克風這麼大聲 學生照樣睡覺 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東西 叫以心 那叫用心聽 陳映雀 非常可惜 你看那個知識分子的瘋谷 徐富官這些都是碩讀 所以我常說讀東西要讀民家 民家 生命這麼有限 時間這麼有限 要去讀一些三流的 同樣一個小食物 你要讀那個一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要很挑剔 我常常說在挑食運動 吃東西當然要挑剔 肉食食物不要吃 讀書那個精神食量 也是肉食食物不要看 真是招勃 不好意思 如果以我個人來講 我這一生讀佛學都來不及了 真的都來不及 太多東西 不過也沒辦法 就是找一個 契合自己的性情的 就這樣 一門生路 有時 有時看看賢書 像這種東西 你可以把它當賢書來看 多好那個 很棒的 他呀 中國國民黨在1949年 最後要撤退的時候 最後留一架飛機 留了一架飛機 到南方 要把這個陳寧雀先生接出來 要請他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他不出來 所以後來他不出來 才胡適之氣接去做 他當時是清華大學幾個 了不起的 當時 中國大陸叫解放前 1949年之前的清華大學幾個名家 了不起 陳寅雀、梁啟超、王國偉 有沒有 比他們厚一點點是誰 錢中書 然後現代文學誰呢 朱志欽、文藝多 現在的中國大陸的清華大 已經是比較是理工 理工啊 人文就工手讓給誰 讓給北大去了 不過還好 他有一個館的圖書沒有送 現在那個都是寶 都是寶 所以不要小看人文 難道只是一個物質生活而已嗎 這些真的都是大師名家 陳寅雀先生是唯一一個沒有所謂正式學歷的 所以有時候學歷跟學歷啊 學歷啊 台灣現在就是學歷很氾濫 然後那個高等教育一刹糊塗 那當然我們就是要自己自覺嘛 自己自學啊 自覺加上什麼 自學 自我學習 人生有一種學習呢 就自我學習 只有學校的 學校教育那個會有一個階段 家庭教育也會有一個階段 自我學習要不斷 這講回來都是自覺 自覺的 所以 決信的 這個陳寅雀先生 後來他很 晚年很那個 我們看一看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有時候對知識分子的一個磨爛折磨 那真的是一個人類文化不只是一個國家 人類共同文化的一大損失 所以所謂的國寶 所謂的國寶 有時候是人的國寶 那是一種文化新傳 看看台灣的政治怎麼樣去折磨 去摧殘這些 錢穆先生 有沒有 錢穆 晚年而已 把他趕出去那個 整個台灣沒有一個一棟這樣的房子 可以這樣一個國寶級的人來住嗎 嗯 那是一種典範 叫做典範在宿洗 文天祥講的 有時候 人類的 人文裡面人類的那種典範 他不是用 不是只有用有形有像的物質去累積對勁 他還有秉賦的問題 是不是 秉賦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滿痛心的 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社會示範 不能講示範 一個錯誤的 錯誤的一個 你會讓一個台灣社會陷入一個 我常常講 我最近常常高升級的叫做柯博寡 很柯博 不絕 不絕 不絕其念 好 這個當中就是這樣 心性一見就騙照法界 心有動就沒有辦法真實是之 所以 這裡講的 無有自信 不是長樂我盡 那麼熱腦衰變 所以就不能自在 就講前面六億 就這樣子 所以對此一故心性無動 就有恒河沙等恒沙 那麼多的 親近的功德就會顯現 如果心啟動的話 就會感覺有什麼 有前法可念 所以 親近的無量功德就是一心 更無所念 所以滿足顧名為法身如來之障 法身是在果位 佛德 完全佛的功的顯現叫做法身 如來這樣是在眾生的因為 就是說 有些 有些那個 功德性還沒顯現的 所以其實是 一個叫再產 一個叫什麼 叫出產 好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是體大 向大 我們看用大 所以用大呢 真如用者 所謂諸佛如來 本來在因為 發慈悲心 修波羅蜜來設化眾生 立大事願 想要度脫眾生界 而且不限結束 這什麼 就是說 每一個諸佛如來 在那個 因為 也就是說 他還在當眾生 做菩薩次第的時候 發慈悲心 修六度波羅蜜也好 十波羅蜜也好 他就修什麼 六度萬恨 然後呢 立了偉大的事願 就是信願行 行 願 願 願力 比方說像 菩薩有幾個 菩薩有一個願 叫做通願 對不對 大乘菩薩一定有一個通願 叫四弘試願 眾生無邊試驗度 煩惱無盡試驗段 法門無量試驗學 佛道無上試驗 或叫做自信眾生 自信眾生試驗度 自信煩惱試驗段 自信法門試驗學 自信佛道試驗成 總之這叫做通願 就是說每一個菩薩 就好像你們叫做 叫什麼學分 必修學分 通識課程 必修的通願 然後呢 在每一個人自己選修不一樣 叫做別願 所以就依每一個 所以佛菩薩每一個 諸佛他們的信項不一樣 那就太多了 觀世音的大悲善裡面的幾大願 十大願吧 普賢十大願 要師父十二願 什麼願 歐彌陀四十八 等等等等 地藏的本願 等等 每一個都 那個就叫別願 想要 想要度託等眾生界 而且不限結束 在時間上 時間上是綿綿無限的 盡於未來 所以菩薩度眾的那個 那個時間 生命他有沒有 有沒有結束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星期天 他也沒有週休二日 我常常開玩笑說 我們還有週休二日 那有一個人他很煩惱 今天跑到那個 觀世音菩薩那裡去 跟觀世音菩薩對慘起來 菩薩跟他說 聽他講完 對不起今天週休二日我放假 沒有 沒有 所以 禁不限結束 這太多了 所以叫做 地獄不空 事不成果 地獄會不會空 地獄會不會空 地獄不會空 眾生有盡我願無窮 有沒有 眾生有沒有盡 眾生無盡 眾生有沒有盡 眾生有沒有盡 沒有盡 沒有盡 如虛空一樣的眾生也無盡無量 眾生所造的業也什麼 無盡無量 所以我們不是講過嗎 佛三大不能裡面有一個不能叫做 不能度盡一切眾生 我不能度盡一切眾生